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给我抢高点 抢高点 掉远点都没事 一定要抢高点 好 抢高点是第一个 不要为了掉得好而去放弃最高点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不要掉走 在我在击球的时候 大家看我的走 看我的走 来给我 加拍转身 走 走是不掉的 打完之后 再放下来 如果你来边掉 你就走边掉 你的球会有很高的失误率 不要去掉走 抢高点 来 中场打扰 五一我生日 给大家整了20球拍 微信公众号 杨树大门后台回复 生日快乐 扫码即可参加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大家喜欢描的网口掉 不要把你的准心 描的网口 从心态上 你要有个变化 我掉球 我不是为了掉死你 我掉球是为了 打乱你的防守节奏 或者有的时候 是我自己 很被动了 过度 那既然是 打断对方的节奏和过度 那我们肯定是求稳 就不能再求 刁针的角度了 你瞄的那个白边边掉 那个失误率太高了 往上再上五公分 往白边上面的五公分去描 了解自己的掉球意图 我掉球 是为了为下一球做准备 你想想你能掉死对方几个一场球 你掉不是几个 但是你的失误的 比你掉死的要多得多 掉球失误是很划不来的 所以在掉球的时候 老子在进行数 我不是为了掉死你 我是为了给我出上机功机会 我是为了过度 我是为了后机勃发 千万不要再以为 吊死对方为目的去掉球 这样你是永远打不好羽毛球的 我今天用的球拍 是我们的王牌系列 对标天府99的垂直99 我们的球拍配置参数 几乎和天府99一致 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垂直的特殊方形 是更利于进攻的 一共有四个颜色 这是七刚侠的红金色 我们还有黑金色 还有紫金色 还有绿形色 配色非常多 拍子好不好打 你说的算 好打就留下 不好打就退给我 微小人去和淘宝店铺 国语严选 你可以直接购买